眼前的男人身为大名都师 竟被香参气得只能怒吼 这些香参为了不浇腹水 竟放火烧了收纳杖策的金丽丝 一时间土地杖本被烧成飞灰 男人俯身 试图从中挽救残存的自觉 可搜找出来了 只剩几张烧焦的废纸 他气得浑身颤抖 对整个大名感到无比失望 杖本被烧 没了自觉 乡身们再也不必向朝廷浇水 这恶劣的刑警 让男人大怒 可却不知该如何是好 这还不算完 他发现手下的士兵行踪诡异 暗中打探下 才得知这些人 用死去百姓的尸体 充当成战死士兵 以此向朝廷索取抚恤金 面对逼问 士兵们纷纷低头不语 这让他有了不祥的预感 烂于冲术这件事 一旦开了头 想制止便是难如登天 因此他胶着不已 君不向君 明不向明 这一切都发生在1642年 彼时的大明朝岌岌岌可危 连年战争让城中百姓 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农民起义军李自成率领大军强势攻来 可朝堂之中 却腐败到 无可用之才的地步 崇祯皇帝方寸大乱 再三思量之下 他想到一人 那就是几年前 遭人诬陷 被打入大牢的山西巡抚孙传亭 于是下令 让太监去牢中看望孙传亭 孙大人 受苦了 随后将他带进殿中 念见崇祯 只见崇祯开门见山地问他 荡庭流寇 需要多少人马 孙传亭入狱多年 对眼前的战士尚无认知 自以为此战必胜 于是坚定地回答 崇祯听了这话 感叹自己没有看错人 这孙传亭 确实是个勇猛之才 于是当即下旨 将孙传亭命为都师 率领五千人马进军同关 孙传亭一路快马加鞭 可到了地方才发现 如今的大明军队已是混乱不堪 士兵肆意欺辱屠杀百姓 所过之处死伤无数 行为犹如土匪一般 一番打探下 他才得知 这一乱象的制造者 是圆角总兵贺仁龙 当时明朝的法律有一项规定 杀敌的将士 可按照敌方首级数量论功行上 贺仁龙为了多拿朝廷的赏金 命手下屠杀百姓 杀粮冒功 这一残忍的行为 让孙传亭不寒而栗 为了整治军中纪律 他当即决定严惩贺仁龙 以示效忧 第二天 孙传亭设下鸿门宴 召贺仁龙前来 他先是寒暄一番 夸贺仁龙战功卓著 随后又命人端取豪酒好肉 款待贺仁龙的士兵 盛情之下 贺仁龙放下防备 而孙传亭则趁这时 宣读了御址 贺仁龙身为总兵 于开线帅步花归 致使绞腿军性 攻退一退 只见孙传亭一声令下 几人便冲上前 将贺仁龙五花大绑 随后一刀斩杀 门外的士兵来不及反应 不出片刻 也被孙传亭的人马擒住 杀死了为非作歹的贺仁龙 本应该是大功一剑 可崇祯得知此事 却对孙传亭起了疑心 如今孙传亭 找我陕帝军政大权 若他也不受控制 该怎么办 孙传亭对这件事浑然不知 此时的他正信心满满的练兵 打算正面抗击李自成的大军 不料几番操练下来 他才发现 士兵手中的火虫 十发里有七发都是哑火 这让他顿时大怒 质问士兵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 发给我们的 就是这样的冲啊 这还不是最糟的 从手下口中 孙传亭得知 后勤无法给予士兵充足的弹药 这样的情况 已经不止一天两天了 孙传亭头疼不已 可还没等他想到计策 后排便有士兵重病倒地 出现病症的还不止一人 这些士兵同时出现 发热咳嗽和恶心的症状 孙传亭只当是寻常之症 命人找大夫前来医治 自己则去解决火虫短缺的问题 为此 他特地找到负责军火的官员 官员的回答 让孙传亭意识到 大明朝的军事已是败叙其中 为了清楚了解眼下的困局 他来到了粮库 检查军粮的储备情况 看到袋子中 满满的军粮 孙传亭顿时放下心来 延伸夸奖保粮有荡 护仓有方 说完 他决定亲自视察一番 可手刚放在粮袋上 他就发现了端倪 手下剑撞 一刀刺破粮袋 果然 这袋中装着的 全是沙土 一袋两袋三袋 袋袋如此 看管粮仓的人 剑瞒不过去 直接跪倒在地 孙传亭大怒 此事非同小可 岂能隐瞒 气得他当即挥刀 将此人斩杀 事到如今 孙传亭才意识到 以他如今的兵力 根本不足以对抗闯军 于是他不断拖延出兵时间 请求调兵拨款 可没想到 此举竟引起了 崇祯的不满 当初信誓旦旦说 五千金兵足矣 但布金居然要 这追加钱梁 倘若给了钱梁 还不出兵 岂不是又养了一个何人龙 他反复思索 最后下定决心 捉兵部 再催起出关 崇祯用人却不信任 断定孙传亭 有贪污牟利之心 于是便想让孙传亭 带着这五千人 尽快出关 战死也好 起码自己能得以安心 可孙传亭认为 明知要败 出关也无意义 既然崇祯不肯增援 那么他就要自己想办法 于是 他找到了当地的乡绅 想通过这些人 来凑集些钱梁 今日本都来此 十位暮想之士 还望各位解囊相助 可众人一听这话 顿时脸色大变 开始卖惨 称年锦不好 实在无力帮助朝廷 说吧有人拿出一百两 有人拿出五十两 孙传亭看见这单薄的几张银跳 难以压制心中的怒气 因为此事门外 正成堆地摆放着他们 给孙传亭的贿赂 随便拿出一件 都比这几张银跳贵重 这些 是你们给孙传亭的 这些 是你们给大明朝的 大明朝如果灭了 你们给我孙传亭 有什么用 孙传亭一怒之下 丢下银跳转身离去 让在座的香绳原地愣住 在他们看来 贿赂孙传亭 能够给他们带来 实际的好处和利益 可若将银粮给了大明朝 结果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孙传亭这边 缺银少粮的危机没能化解 新的危机又接踵而来 疾病在营中蔓延 大批士兵倒下 为此 他特地委托了大夫赵川和徒弟 吴佑可前来医治 两人分头行动 为病患把脉 可两人针对同一种症状 却做出了两种诊断 赵川认为 赵川认定 自古诊病 都须得参照医书 自己按医书记载的病症诊治 绝不会有差池 而吴佑可诊病 全靠自己的判断 开出的药方也邪门 不足为信 为了统一药方 赵川找到指挥师 佑可初来乍到 尚不了解此病成因 此次营中诊断 老夫全权负责 就照我的方子抓药吧 吴佑可眼见自己没了用武之地 于是趁夜离开了军营 吴佑可原本在太医院任职 因为看不惯太医们攀附权势 失去医者本心 所以离开宫中 当了游医 他本以为自己能从此远离权力纷争 不料又因为无权无事 用药邪门 被病患讹诈 把他告上衙门 我爹就是吃了他的药 一直都拉心 官员们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 将他驱赶出城 无奈之下 他只能去铜关 投奔师父赵川 就在他行至半路时 天空突降暴雨 于是他只能来到废弃的屋子内暂时躲逼 不巧的是 此时屋内 正有几名官兵在拷问刘寇 吴佑可见其中一人受了刀伤 于是便上前为其医治 又看见一旁被拷问的刘寇 身患重病 于是询问 能否让他也为那人整治一番 不料这时 刘寇的同伙突然赶来 与官兵们展开厮杀 官兵寡步敌众 很快便死在刘寇刀下 连同吴佑可 也被抓住 在那名重病刘寇的求情下 吴佑可捡回一命 两人也因此相识 据刘寇所说 他名叫李天佑 原本是个秀才 有着大好的前途 无幸遇上栽荒 克水不减反增 为了活下去 不得不造反 说吧 他拉拢吴佑可 和他一起加入农民起义军 吴佑可不肯 世代更替 谁知道是否是否 他现在只想去投奔赵川 从此安心行医者的本分 可没想到的是 他来到了赵川身边 却又一次失去了行医的资格 于是他毅然决然地离开 再次成为了居无定所的游医 另一边 赵川认定医书上的记载没有错 可连日诊治下来 军中的病患却越来越多 这些患病的士兵 眼看着赵川开的药方没有用 纷纷出现了汇集技衣的情况 宁可病死 也不愿服药 赵川对此毫无办法 此时的他也被感染 可指挥使却一再施压 质问他何时才能铲除病症 这让赵川的内心彻底崩溃 赵川想不通 自己谨遵医书 依照一家传统祖宗疗法 从未错过一步 为何不见半点成效 绝望之下 他猛然扑向刀尖身亡 赵川一死 惊动了孙传婷 看到一脸诊治多日 营中病患不减反增 孙传婷大怒 断定军医无能 将其全部斩杀 与此同时 吴又可来到村中 看到这里疾病蔓延 活人越来越少 更加断定此病 就是瘟疫 可他无法判断病症传染的方式 就在他沉思之时 偶然发现空气中漂浮的尘埃 顿时大悟 判断出疾病是通过天地间 漂浮的气息进行传播 于是 他马不停蹄地赶往军营之中 将这一发现告诉指挥师 并让指挥师将病患隔离诊治 竟在这里危言所听 独此一来 岂不军心大乱 这让吴又可顿时大怒 痛骂指挥师网顾人命 随后便离开 可不料 一出门 便看到了赵川的尸体 被烂草溪裹住 这让他不禁质疑 行医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为何救人性命 会换来这样的下场 此时营中的瘟疫仍在肆虐 孙船亭无人可用 最后不得不找到吴又可 半威胁半压迫的 逼吴又可返回营中 不料吴又可是个硬骨头 坚决不肯决 无奈之下 他只好用紧 使出激将法 称吴又可不如赵川 怪不得我大明有今日之祸 都是因为你们这些人 面对国家存亡之计 不敢挺身而出 吴又可听了这话大怒 他不肯决 有赵川的原因 也有他自己的原因 他只诊治过丹明病患 对控制瘟疫蔓延 他未必有把握 但经过一夜的沉思 他最终决定前去营中 大义之年 死是宿命 若能多救治几个病患 也是好的 但他有几个条件 先师赵川阴公殉职 他家里有孤女 还请都师重金抚恤 在我失智期间 无论我的方法 如何不被其他一家所接受 中途不得换人 对他的要求 孙传廷全部接受 至此吴又可进入营中 他让病患戴上面镜 随后按病症严重程度 分类隔离医治 此时营中只有他一位医者 每日熬药未药 巨大的工作量令他繁扰不堪 而药效缓慢 很多病患不愿服从治疗 一时间 营中乱作一团 孙传廷将这一切看在眼里 为了抚慰军心 他下令 所有病死均护士同阵亡 所欠赋税一律免除 这才让病患的情绪有所缓慢 也极大的为吴又可减轻了麻烦 在他的医治下 营中病患数量逐渐下降 而孙传廷的下一步 便是解决钱粮问题 眼下的他只能从乡绅下手 既然这些人不肯为朝廷出钱 那就必须使用些特殊手段 他命人勘探被乡绅强占的田武 追缴旧年所欠的军粮 可他没想到的是 他的手下为了个人的利益 背叛了他 与乡绅们联手 趁夜烧毁了收纳账本的金利斯 待孙传廷赶到时 他发现 自己的军队 有人利用制度的漏洞 将死去百姓的尸首 伪装成士兵 以此换取朝廷的抚恤金 这样下去 军队会越来越乱 他孙传廷也早晚会变成第二个贺人龙 该争的不能争 该杀的不能杀 大明朝已经烂到了骨子里 可他必须要从中探索出一片光明 既然没人按照规矩办事 那么索性 他也突破规则 只见他再一次找到了那群乡绅 一声令下 众多将士冲杀而来 将院子团团围住 随后将背叛他的手下押送上来 此时的乡绅还不知怕 出言挑衅道 你想干什么 你能干什么 孙传廷见状不慌不忙 一杯酒后 便下令对乡绅展开屠杀 院里一时间血光冲天 他听着这些人凄惨的哀号 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中所想 天下泥赖 百姓从贼皆因饥饿 百姓饥饿皆因无地可争 得人心者得天下 你们知道什么是人心吗 人心就是粮食 就是源源不断的后背兵源 这就是为什么他李自称可以输个十回八回 而我孙传廷也一回都输不起 乡绅全部惨死 孙传廷截获大量财物 冲为军饷 只等时机一到 便与闯军拼死一战 在吴又可的医治下 营中瘟疫逐渐平息 可此时瘟疫变定 闯军也同样饱受苦楚 所以李天佑等人 趁夜绑走了吴又可 想让吴又可替他们的弟兄医治 不料行至半路 遭到了大明军队的拦截 李天佑见状下令 让弟兄们上前厮杀 可大明军队人手一把火葱 很快便让闯军死伤惨重 李天佑本想趁乱杀死吴又可 但因为昔日恩情迟迟下不去手 就这样 吴又可侥幸捡回一命 回到营中 继续为病患诊治 不久之后 孙传廷做好准备 要与闯军决议死战 在这之前 他将吴又可约到府中 二人把酒言欢 席间 吴又可提及军营中尚未痊愈的病患 而孙传廷却打断他 又可兄 所虑甚深 但今晚 我们只谈诗情 殊不知 孙传廷早已下令 包围病患营地 点火烧死所有病患 因为待大军拔营之时 病患流入人群之中 必会导致瘟疫妇人 为了降低损失 他别无他法 孙传廷并非铁石心肠之人 他做这一切 不过是想要给大明博一条出路 酒席散场前 他问了吴又可疑的问题 孙传廷听闻此言 心中已然有了决断 而吴又可走入营中 待看到满地残尸时 才终于明白 医者可疑人 却难医博之战乱 另一边 李天又被大明军队生情 带上断头台 最终难逃一死 吴又可眼睁睁地 看着这一切发生 却无能为力 心灰意冷之下 他决定离开军营 只留下一封诀别信 与孙传廷此生不再相见 孙传廷拿到信件 心中感慨万分 却不知从何说起 若不是在末世 他们本该是知己 可国之将亡 个人的理想 也变成了单薄的执念 不久之后 孙传廷带领幸存的士兵出关 应战闯军 临行前 他的夫人为他送上壮行酒 夫妻二人都不知 此去是否还有再见的机会 可孙传廷还是毅然决然地上路 一场大战之后 大明军队全军覆没 孙传廷万箭穿心而亡 完成了作为将军的使命 无愧于自己 无愧于大明 另一边 吴又可带着赵川的女儿 隐居相隐 在这之后 他撰写了瘟疫论 从而奠定了中医治疗传染病的理论基础 公元1644年 李自成攻陷北京 崇祯于眉山自义 至此大明朝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